分享 那其实大家乍看之下 这个图片好像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人家去救灾 那这个不管是哪一个记者 或者是摄影人员 就突然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就可能投稿等等相关的 那比较特别的是 你看一下我们特战指挥部 有一些单位呢 其实他们单位特性还算蛮特殊的 那跟一般的单位不是很相同 今天呢 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步兵连连长 我在这里挂了一个连长 没有人会理你啊 你连长就连长啊 反正我去信讯单位会客的时候 我也看到一堆连长啊 那个感觉没有什么 那就算我今天是两三四旅 333旅 基部旅的连长 有没有怎么样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吧 你就是一个连长而已啊 还好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一般你只显现出你的职务 可能在一般部队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大家应该都能了解 那如果这个部队 比较特殊一点点的话 我相信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影响 所以呢 这个照片在投稿的时候呢 我们的记者也非常用心 把他的这个名字给马赛克 我要给这个记者鼓励一下 你真的知道 还想说 不要把人家的名字露在外面 毕竟他是一个特战指挥部的闪兵 又是一个连长 可能把他的名字露在外面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不同 那你这个记者真的有稍微想过 还算可以啦 还算一个合格的军事记者 但是 但是 你的方向搞错了 你的方向搞错了 现在这一个连长 不是他的名字很重要 他的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他的单位 特42连 你让人家看到 特42连的连长 长得什么样子 我今天如果有新人士 我去迎去外面赌他 对不对 这个样子 这个连 我就在外面赌他 哪一天他休假了 这个是特42连的 把他抓起来 一定可以 这个问到相关的 这个机密资讯 所以你这个记者 你搞错方向了 你知道吗 不是要遮他的名字 是要遮他的职务 因为他这个职务很特别 特42连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把他的职务名牌遮起来 留下他的名字 跟他的那张脸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人家也不知道他什么职务 人家只知道他是特战指挥部的一个上位 名字叫什么 会引起其他人有新人士的野余吗 不会 但是你这个记者搞错方向了 你把他名字遮住干嘛 毫无意义 因为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特42连 连长的这个职务 特42连 你会让中共的一些群收人员想到什么 为什么他是特 为什么是42连 那是感觉很奇怪 像我们基部单位都是 一银二连 对不对 二银三连 三银三银等等的 为什么这个特战的上位 他是特42连的连长 那42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你是不是会让中共的群收人员更有不一样的想象 那当然42连有他的任务 没错 43连也有他的任务 43连就更特别 我在这里就不说他们的任务了 所以呢 你会让对岸的群收人员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只能说 你这个记者有注意到 但是搞错方向了 完全搞错方向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这个连长把他的植物遮起来 除了让人家知道他不是42连的之外 也不知道他是连长 你就算露出他的脸跟名字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会永远都是连长 而且你把他的名字打上去网络 去查询 也查不出来他是特42连的连长嘛 所以你这个记者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你让这个连长陷于危险之中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特42连的连长 然后长得这个样子 你这个记者真的是犯了非常非常大的错误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挽回 现在只要有人想要知道特42连长长得什么样子 就直接到照片这边就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你这个记者真的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如果你今天是把他的植物名牌遮起来 对不对 那他就跟旁边的这一个人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士官还是士兵 也没看到阶级 就跟长边这个人一模一样 人家也搞不清楚他是谁 了不起知道他是一个尚未在特战指挥部 什么名字 但是什么样子 但是不知道他的职务 可是就是因为你这个记者不用心 你搞错目标 你搞错要遮挡的地方 你把他的职务亮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记者该当何罪 如果今天这个连长发生了什么事件 你这个记者要负最大的责任 或者是拍摄的人 应该说记者 因为投稿是你投的 是不是 那你这个照片要做什么图字 也是你相关单位要做的 所以这个连长如果以后发生什么事 你记者要负最大的责任 你把人家的职务给亮出来了 是不是 而且他是用特殊单位 他还不是一般 所以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是新讯的连长 那有什么批用 没批用啊 他没有负责什么特殊的 是不是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 那个基部连 基部连的连长 就挂一个连长又怎样 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你基部单位的特性平时跟暂时 你这个纯部单位的特性平时跟暂时 中共早就掌握了一清二楚了 他不一样 他是特42连的连长 也有特43连了 你瞬间发送了多少的讯息 表示我们特有特42 有特43 有特42 有没有特41 有没有特43 那中共会不会特别为了这个单位 而去再加紧新收工作 因为他很特别嘛 又是特殊指挥部又挂了闪灰嘛 旁边又有很多Rangell 突击嘛 是不是 也去美国突击兵过嘛 那个好像不是 是不是表示他很特殊嘛 那好啦 他掌握了你这个人职务是特42连连长 再加上你有那张脸 我就 我如果是有心人士 我就去营区外面堵他 堵他什么时候放假 就看到一个人 好像差不多的把他绑掉 会不会 有可能啊 所以这种东西 还是希望我们的记者 你要用心一点点 你要用心一点点 不是说今天一个特42连的连长上位 不会手中有什么机密资讯 不一定啊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你不能把他跟步兵 或者是机部单位的连长做比较 不一样 他知道的东西绝对会超越他们东西 他绝对会超越步兵或机部连长 为什么 因为特战指挥部 他的整个战术战法 本来就跟步兵不一样 他觉得指挥比步兵还要多 不会比步兵还要少 再加上他连队的任务特性 跟其他特战指挥部的连长 又不一样 那你这个这样子 把人家的职务泄露出来之后 你叫人家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希望 你那记者要对于我们有工人员 或者是这个优秀人员进行拍照 来彰显他们的行仪都没有关系 但是像这种比较特殊一点点单位的人员 那个职务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 有的人职务很敏感 像这个特42连长 这个职务就相当的敏感 所以我只能说你这个记者 或者是你这个把这张照片显现出来的人 你没有敏感度 你就觉得反正他就是连长嘛 那是你觉得啊 那你知道特42连连长担负了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平时或战时担任了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他的部队为什么那么特别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记者需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 不过啦 我当然希望这个连长会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刚好对一些中国大陆的情收人员 然后呢 特别去针对 这42连长 这个可以好好运用 虽然没有名字 没关系 我们去营区外面赌他 会不会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所以还是希望以后 这些拍照的人员或投稿的人员 乃至于把这些照片显现出来 带某一个粉丝专业 或是其他地方的人员 像军文社等等地方的人员 好好注意一下 一些特殊单位的人员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他的职务 如果不适合被人家知道的 就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 你让人家知道他上位 对不对 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又不知道他的职务 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 例如他是个上校情报官 对不对 上校作战官 人家就觉得 这个可能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你要遮的 不是他的名字 是他的职务 好不好 我这里在提醒那些 有会这个刊登 相关军文报导的人员 或者是刊登照片的人员 不管是军文社 或者是各军司令部 官部发言人 你们这些有经营一些平台的人员 重点是职务不是他的名字 好不好 职务才会让他陷于危险之中 名字不会 你知道这个人名字又如何 你了不起 把他的名字打到Google去搜寻 也搜寻出来说 他可能是入军官校 102年班毕业生 了不起这样 人家知道他的职务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希望那些 正战的投稿人员 或者是这个记者 特别要注意这一项 以维护我们特殊单位 高阶或者是重要干部的机密资讯 以防他们的人身安全 希望各个人员都要注意一下 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右上角的灰是特殊灰吗 右上角 右上角 这个是闪灰 胸部这个是闪灰 后面那个是下面闪灰 下面那个是陆军 另外一边是他的职务 另外一边是他的名字 背榜上面呢 第一个是勃起码 第二个是我们的空降的徽章 空特部的徽章都一样 如果你是跳伞单位的都一样 那下面就是他受过的讯 他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有去过300公里大行军 另外一个是 好像是 好像是 不是土吉兵 他那一个应该是 狱吉连 他可能有在狱吉连待过 那SF就是特殊 特殊 那像他旁边那个 SF上面有个突击嘛 就像我一样 突击兵嘛 你有突击兵讯 杰讯的都有那个突击两个字 这个那其他 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他这个连长应该有去过 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狱吉连 他应该有去过狱吉连 因为他有那个狱吉的 背章嘛 那下面那一个应该是 三百公里大行军的完成的背章了 对啊 狱吉兵是做什么 三地作战 对受一个三地作战的训练 严格的三地作战训练 这个狱吉兵啊 狱吉兵的捷训率啊 也是不是很高了 对啊 当然了 最低的当然是狱逊啊 特战的狱逊是几率最高 像我那一起嘛 两百个 两百多个 两百出 四十个捷训 只有两个 去了某一些单位 这个淘汰率很高了 淘汰率很高 狱吉兵好玩吗 呃 你要玩的话 你要先能进去啊 对啊 狱吉兵的入学测验 比体干班还要高哦 狱吉兵的入学测验 比体干班的入学测 还要高出许多 那你说要玩 那你要先能进去啊 你要先能进去 才可以去玩啊 好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讨论下一个议题